谢谢妈妈 辛苦了 妈 不是说今天吃火锅吗 怎么还有韭菜炒鸡蛋呀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呀 小夕从小对韭菜就过敏了 傻丫头 她可是第一次到我们家来 不给她的虾马胃 以后你嫁过去可是没地位的 不是 妈 来 吃饭 来 吃饭 来 小夕 妈 您就是偏心 明知道我爱吃您做的韭菜炒鸡蛋 都给小夕了 懂不懂回居啊你 这是阿姨特地为小夕做的 快尝尝 味道怎么样 哎 好嘞 谢谢阿姨 那个我先去洗一下手 妈 我惹不起你 现在哪像过去那会儿 家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 后来地位高低之风啊 你懂什么呀 让她知道咱娘家人不是好惹的 以后她家人才不会欺负你 你为难小夕 其实就在为难我 毕竟以后我要嫁过去 婆婆对我怎么样 也是取决于我带小夕如何呀 你是不是曾经跟我做的呀 这是你必须得听我的 妈是过来人 在这里我不维护她 在婆婆那里 她自然也不会维护我 感情是相互维系的 你待她好 她才会更加宠我 妈 小夕 我告诉你啊 这辈子我什么都能遷就你 为主我妈做的这个韭菜炒鸡蛋 谁都不能弄我想 从小就说自己一人一看 看什么看 小心我护死了 啊 来来来吃饭 来小鸡吃饭 我会想拥有 那你现在用了个人